你怎麼看今次聯署局的議息結果 以及鮑威爾的言論如何去解讀呢 其實較早之前 相關加息75點子 就是下個月也加息75點子 其實這個機會是高達90% 所以今次的加息和下個月的加息 都叫做合乎預期 其實都沒有什麼懸念的 要加75點子 你看到通脹差不多是歷史的 新高是8.6% 是非常厲害的 你壓一個通脹 其實在對上那時加息1厘 其實即是50個點子已經是有少少 即是在政策上的失調 因為他也預計不到當時那個通脹 會升得這麼厲害 所以加息其實當時就沒有大刀斧斧加75點子 也是策略上的一個失誤 那你今次加回75點子 也合乎我預期 也都想了 壓一半的通脹 但你見到其實通脹 是之前來說已經加息了一次 但是那個通脹都仍然沒有壓止下去 現在他爆發的言論很明顯 就是假設性是美國那個通脹 是去到9月份有機會下降的一個趨勢才會停 如果那個通脹仍然在上升的軌道 我覺得有機會11、12月也有機會再度加息 看到這麼厲害的一個通脹 我覺得原住局有少少對於通脹是過分樂觀的 因為你見到現在的油價又升得很多 你看到烏鵝局勢也都持續緊張 也都出現了滯漲的情況 經濟其實他都將經濟那個預測下調至1.7% 以及將那個失業率也都上升至3.7% 即是代表什麼 即是代表他對未來的經濟那個磁景 都沒有以前那麼落寬的了 所以相信來說 美國來說 雖然你看到好像挺不錯的 看到那個 無論是那個科技股 納斯塔指數 都看到紫跌回升了 但其實已經跌到差不多一年半 看到倒資和納資 所以我對於美國那方面的經濟的數據 其實看到也不是那麼理想的 還有之後那個出現的 經濟下滑的風險也會提高